蜜汁 醬燒 杏鮑菇 蛤? 不是啊 醬油 想說不會被刀了 還是被刀了 歡迎收看每個禮拜六 這樣吃最舒服單元 我是Jerry昆煌 好 那今天為各位準備的呢 蜜汁 醬燒 杏鮑菇 YES 忘了我興奮 好 杏鮑菇 我們把它切成粗條 然後來做一個三溫暖的一個 裹粉動作 好 叫三溫暖 真的叫三溫暖 真的啦 真的沒有開玩笑 來 我們問一下那個邱鎔師傅 還有寶郎師傅 是真的叫三溫暖 沒錯 這樣做會比較好一些些 好 那我們杏鮑菇呢 先上一點麵粉 然後我們再換 蛋 接著呢 然後我們的地瓜粉我們就 盡量開始可以一個一個裹 這樣會比較漂亮一點 嘿 好 再來我們怎麼炸我們的鍋巴 油溫呢 大概一百 一百八到兩百度 那我們下去的時候呢 稍微波動一下 讓它 快速的受熱 然後它就會快速的膨脹 膨到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那 應該會有粉絲 會問說這是去哪裡買的 呃 我們的 南北甘薩貨店都有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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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這就是那個 飯 米香 沒有 是炸鍋吧 對 接著呢 我們來炸我們的 杏鮑菇 紅鍋就給它繼續炸一下 對 同一鍋繼續炸 那這邊我們讓它炸到有點再金黃這樣 好 那我現在呢 來燒杏鮑菇 那先爆香我們的薑末 米酒 蛤 米酒 不是啊 醬油 想說不會被釀了 還是被釀了 這邊呢 準備了米酒 那有脂純素的呢 我們可能就可以省略掉 接著下我們的糖 蜂蜜 這就是蜜汁了 對 這就是最重要的來源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放入我們的杏鮑菇了 好 所以我們小番茄 跟我們的白芝麻 那稍微再拌一下 好 再來我們來做盛盤 還喜歡今天的這一道 蜜汁醬燒杏鮑菇嗎 如果有女朋友男朋友的 當然是希望另一半可以用心的 呈現這樣的料理 給自己的心愛的另一半 好耶 耶 喜歡今天的料理嗎 還想學什麼菜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記得要訂閱我們料理123 Youtube的頻道 還有 要幫我們設定小鈴鐺哦 FB粉絲團呢 也要記得幫我們 分享按讚加搶先看哦